今天我們這個是蠻特殊的一個比賽的記者會 當然我們在這個名稱上大家應該可以看到 我們就是模擬東京奧運對抗賽 其實當然我們也知道在這一次的這個模擬對抗賽 還是會以我們的黃金計畫的選手為主 當然我們也知道在黃金計畫選手當中 有一些已經取得奧運的資格 那在這一段從疫情開始之後 當然都留在國內也沒有辦法出國去參加任何的比賽 那麼當然也不能出去其他國家做營地訓練 所以基本上都是在國內做他們自己本身的一個調整 我們這個八月趁這個比賽 剛好讓他們也做一個實境的一個模擬的一個調整 其實會有助於他們在參加國際賽 全中運就是我們跟高中的在比賽而已 然後這次的對抗賽會找到國內最強的前八名的選手 跟我們一起比賽下去 所以強度來講會比全中運來得更高一點 對然後競爭會更激烈這樣子 其實這個比賽就是也是 就是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棒的一個機會 就是給大家 給各位選手有一個舞台去展現自己 就是可能疫情這段時間 可能扎實了好幾個月的訓練這樣子 就其實我這次會展現就是我這一段時間 有一些新的動作的成長 或者是對於整套的穩定性更高這樣子 對對對就是希望可以在這次比賽可以展現這樣 我希望就是可以維持我全中運比賽的水準這樣子 然後希望還可以更好這樣子 因為畢竟自己覺得全中運的表現沒有那麼的 自己沒有那麼滿意吧 所以我希望經過幾天後的調整 我希望模擬賽的話可以讓我成績更有突破這樣子